我父親的祖父親的祖父親 祖母親的祖父親 祖父親的祖父親 祖父親的祖父親 緬甸最高 瑞摩多寶塔異異生輝 在14到16世紀時 佛顧曾是全國的 佛教信仰中心 清晨五點 鳥聲清脆 仍月光泄地 這裡是距離陽光以北 三個多小時車程的 博顧市洒樂滾村 村子裡許多人都還睡著 這戶燈火通明 穿過對街 約好的車差不多到了 車輛快速行駛晃動之間 鐵片碰撞聲催促著向前 但這邊紅紅炭火得慢功熄火 同時間炭火烘蛋 一落落加起來將近650顆 以人民所得 蛋在緬甸算高價 是窮人家的補品 白鐵鍋分批烘手 火喉小心客戶 這工得耐心磨 全靠它一個人做 每周一天他們都得這麼做 細部分工集合主舟 這邊控制火喉 對面備食材 住在附近十多人陸續來 氣溫升高 粥也滾燙 氣溫升高 粥也滾燙 小心翼翼送上車 這兩大桶粥是將近千人的午餐 十多位人力為千人的口 趕時間送粥 好的 現在沒有辣了 不會辣了 博供市立醫院在緬甸署 大型醫療院所 醫師和護理人員近500人 收容約800多名患者 但病床只有500张 有些一人病全家道 空间紧张 再加上经济拮据 热粥往往供不应求 缅甸由于气候炎热口味吃得重 对住院的患者来说 送热粥一举两得 减少经济和身体负担 减少经济和身体负担 可及了快点帮我吹凉 孩子的反应最直接 发州走进每间病房 走进新房 三位本土志工带领搭配社区民众 承担起医院上千人的一碗粥 官员叫黄西苏 第四个人 在罗布 这些人都六十八人 阳光带之镇 雷纳滚村的乌扇丁 一人带领四百多人 户户一把米 全村亮起来 小林乌扇丁 对 你以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